自媒体的风口让无数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许多人涌入这个领域 期待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意 赢得百万粉丝的关注 而我也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研究热门话题 制作精美的内容 终于吸引了上百万的粉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自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观众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创新 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 我尝试了各种风格和话题 但似乎总是无法突破瓶颈 粉丝增长变得越来越缓慢 而我也感到越来越疲惫 与此同时 自媒体平台的规则也在不断变化 算法的更新 让许多曾经的热门内容瞬间被埋没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至于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行业 就在我感到困惑和无助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我遇到了一位资深自媒体人 他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并告诉我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粉丝数量 更重要的是与观众建立真正的连接 他鼓励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思考自己真正想传达的信息 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我意识到自己在追求粉丝数量的过程中 可能忽略了内容本身的质量和意义 于是我决定回归初心 重新找回自己做自媒体的热情 我不再盲目追求热点 而是专注于创作有价值 有深度的内容 我开始更加关注观众的反馈 与他们进行互动 建立起真正的社群 渐渐的 我发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虽然粉丝数量增长缓慢 但我的观众变得更加忠实和支持我 他们愿意分享我的作品 积极参与讨论 甚至给予我宝贵的建议 通过这次经历 我明白了自媒体的道路并不容易 但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用心去做 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 我相信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里 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将被人们发现和认可